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除了看他们梳妆打理呢 我们也要跟设计师来谈一谈 今年最流行的时装趋势 分工合作 积极赶工 模特尔就在长桌上排排坐 完成彩妆和发型的打理 虽然设计师会以个人的发质 发量 脸型长宽和五官大小 来做个人化的多变造型 但是说到今年的流行趋势 还是有个大方向可循 要透过今晚的时装发表会 大胆展露 有更多轻轭的时装似的样子 像个新的地图 所以你会感到老奔 합burn的性先 耳其的又没有 但 если我们说到新的地图 什么是新的地图? 新的地图就是身为其中一种 因为它这种真正的线 很新的地图 所以现在如果是什么的 或什么摄动 那是什么样的 你需要规循的 摄动和旁流 只为了 呃... 就是髮型的看起來 柔軟、美麗、美麗的髮型 在紐約、在巴黎 是紅色、白色、白色的眼睛 是白色的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做的 這次的時裝秀呢 總共有17位model參與演出 不過呢 我們看到一位化妝師 她的格西呢 光是唇蜜跟口紅類 就有超過300支 可以說是各種各樣的顏色 依應俱全 在莫特爾的個人衣架上 我們發現了許多富有東洋味的設計 不論是類似日本Timono的高腰洋裝 或是秀有漢字的牛仔褲 這些亞裔設計師 要透過中西河壁的設計 把東方文化傳出去 時裝秀正式開始 我們發現今年的趨勢 要在隨性中帶點野性的性感美 要以復古的造型 凸顯女人味 所謂的復古 不但是60年代的迷你裙 再次成為蜂巢 80年代的Footless 褲襪、襪襪、絲襪 又全都回籠了 包括有Disco風味的霓虹色彩 也成了眾家設計師的最愛 只是不同的是 現在的造型會更注重材質 不論是衣服或是首飾 也都要一層一層的重疊 可以製造多層次的美感 就是蜂巢 真的嗎? 哇 在國際舞台發光發熱 在國際舞台發光發熱 以上是盧伊跟英雄文 來自洛杉磯的專題報導 是盧伊跟英雄文